在古印度婆罗门教传说中 观音菩萨是转轮王的大太子 通常以手持莲花身着王族服饰 戴着华丽头巾 虚有短姿的形象出现 或是站着或是盘腿坐在坐垫上 但是观音菩萨更多适合释迦摩尼 以及弥勒菩萨一同出现 被称为三圣像 法华经中称呼观音菩萨为善男子 华元经也称其为勇猛丈夫观自在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观音在中国就成了一个慈眉善目的妇人呢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 最迟也是在东汉时期 传入时称作观世音 到了唐朝为了帝唐太宗的名会 就将是省略称作观音 微禁时期是佛教的发展时期 由于连年战争 以大慈大悲 就苦就难为己任的观音菩萨 就成了生活与水深火热的人们的精神领袖 换传佛教在发展中形成了慈悲智慧 平等圆融 普度众生的精神和教义 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性本善产生共鸣 突出了观音救苦救难的属性 使得中国人民对观音更加崇拜 与印度文化中 以男性代表慈悲相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适用女性形象来表现慈悲 这就不难理解在古人心中 观音既然是一个救苦救难的神仙 那一定是一个面容和善的女神 不仅如此 佛教在进入中国之初 要想得以更好的传播 就必须与中国文化相结合 古代中国推崇以孝治天下 初来乍到的佛教深谙这一特性 便赋予了观音慈母的形象 观音菩萨普度众生 如慈母疼爱自己的儿女一样疼爱信众 信众崇拜观音菩萨 就如孩子对母亲一般 既敬养又渴望得到呵护 慈悲救难与慈母形象完美结合 正是观音被女性化的主要原因 在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 还出现了颂子观音的说法 书中记载若有女人 涉欲求男 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 便生福德智慧之男 涉欲求女 便生端正有相之女 素质得本 众人爱尽 观音既有颂子的能力 那人们自然会将观音 与具有生育能力的女性相联系 于情于理都是说得通的 虽然印度佛教中的观音菩萨是男性 但在他多达33个化身中 也有不少女性形象 比丘尼 幽婆依 长者妇女 居士妇女 宰官妇女 婆罗门妇女 童女 也就是说 观音菩萨的形象 可以根据现实需要而进行改变 并没有严格的男相女相之分别 这就使得观音在中国的女性化更加有理有据 形象的转变是需要时间 从我高窟中保存的观音像中可以看出 魏晋早期的观音形象多是男子 身材高大威武 刘友行似小蝌蚪一样的胡子 到了魏晋后期 观音的形象逐渐中性化 戏长眉眼 面部柔和安详 手掌竖直 衣饰简洁 无过多繁入装饰 胸部平直 没有胡须 唐人李百耀在编北齐史时曾经提到 北齐五成帝卧病期间 曾梦见观世音来到他身边 观世音是位婷婷玉丽的美妇人 到了唐代 观音形象的女性化 基本可以确定下来了 尤其是在武则天即位后 佛教的地位上升 僧人为她的登基积极宣传造势 大云经卷寺记载 佛对静光天你说 舍是天行 即以女神当王国土 得转轮往所统领处四分之一 如无耳识 时世菩萨 为化众生 献瘦女神 各种文学作品也将观音描绘成 亭亭玉丽的女性形象 唐代较然的观音赞 慈为与熙慧为风 洒方惊喜喜钦佩 还有妙善公主得到成为观音的故事 妙善公主是妙庄王第三个女儿 因为聚婚被妙庄王惩罚 妙善公主一心向佛 妙庄王就摧毁寺庙杀害尼姑 后来妙庄王重病 妙善舌眼 断手就其父 妙庄王很受感动 自己也皈依了佛教 而妙善自己也得到成为观音菩萨 经过历朝历代的演变 观音菩萨的形象已经定型 面带笑容 慈眉善目 永远平易近人 又庄严肃目 无论来自哪里 无论原型如何 观音已经成为了中国人民心中的一个 无法替代的文化符号